它的速度有大概六七海里的速度 还在持续的往南 很努力地在往南 这一局很努力地在往南移动 并没有因为船只的客气而缓慢下来 所以我们只能用着它们的速度 慢慢地跟着它们 然后可以小段距离 如果是我们的研究长班的话 我们或许就可以跟它到新家海角去了 这个一点中有几只很小的小宝宝 那小宝宝呢 各位朋友可以观察一下 小宝宝有一些不为特征还蛮有趣的 就是可能刚出生还换气还换得不太顺 所以当他们回到水面上来换气的时候 他们可能为了怕呛到水 他会把身体特别地举出水面来 所以那个出水的动作会稍微有点比较夸张 谢谢哦 船头船头的朋友可以注意看脚边的海豚 他们有时候在地址在游动的过程中呢 他们各地都各地有些也会有一些互动的行为 那有一些特徴呢 甚至于会游到船边然后微微的刻开 来用眼睛在观察的层上的各位哦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比较像是被限制在一个容器里面的 一个一群动物 那他们呢 反而是在海洋里面来来去去自由的生命 那他们比较像是动物